民眾財經台又有新搞作了 無論你想賣笑、賣喊、賣奇、賣文、賣筆、賣物、賣廣告 我們民眾財經台都可以幫到手 民眾財經台自17年8月8日開台至今 總觀看次數接近400萬 平均每月80萬次觀看次數 如果你想你的商品或服務都可以給那麼多人知道 你這個電話跟我們討論 大家好,今天是11月12日 回到星期一 CME全力支持的圖表戰鬥員時間 今天的市場是反覆的 你看到大市成交730多億 當然是少了 3點前都是500多億 今天的港股升了31點 期指收回255、51 這個價錢算一般的 不算太好 這個價錢收得不太好 看看今晚美股如何發展 再加上大家清楚 今天的700,騰訊拖著我們 14日就會出業績 騰訊會不會影響港股的走勢呢? 當然有影響 它那裡佔10% 還有它會影響著2382 2018 你看到科技股都不太夠力 我們跟著就要去看看 究竟它應該會怎樣 趨勢會怎樣 先回來看今晚有什麼數據 暫時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大數據 星期一 始終都是星期一 去到月中 市多數都會有機會還行 明天出過M2 Money Stock 國內的和新增貸款 這兩個數據 原本是上星期出的 但是一拖到現在 看看這個數據會怎樣 英國還有一些 叫做平均的Earning Index 那有沒有用呢? 明天才算 我們見到美金抽了上去 美金帶動之下 你見到EURO 英鎊 澳洲 甚至乎Dollar Yen上去 要看看 美金對股市的影響有多大 回來看圖表 首先第一隻 美金對什麼最大影響呢? 見到黃金 你看到黃金落到1205元 現在開始 其實上星期五開始跌下來 有提醒大家 黃金上不到 上不到 有機會再進一步下跌 甚至跌回到$1,210元 現在是不止 下到最低$1,203.99 技術面上 有機會再進一步下跌 那我們撥一下支援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去到這些地方有支持 最大機會有支援 應該是去到$1,198 $1,198至$97.98 這個水平 看看去到這個位 會不會做到一些 叫做短期的支援 但對於黃金來說 我就不太贊成買了 始終都是那句 美金強的黃金 沒什麼好處 看看銀 這隻銀也是 上不到$15 連上一次的$14.26 都是禮手穿買 最低落到$14.06 早前 其實如果大家看到 9月11日 今年最低 都是$13.9448 跌穿$14 我擔心 仍然會有進一步向下跌的可能性 又是沒得叫的 反而這隻銀就比較反覆 上星期五下跌到$59.26 又不是$35.4 下跌到$58.3 又不到 縮起來 現在幾番好 正在做$61.05 似乎很像反彈 反彈上面的幅度 就要看$62.7 看看去到$62.7 會不會縮起來 還是給點時間 但現在你說去做 trade 是困難 始終都是這樣 76.9 在10月初的時候做 跌到$59.26 差不多走了十幾元 走了十七元 走了十七元 他現在走得多 現在開始做反彈了 樣子是反彈的 變了反覆一點 我們等他上到十天線 看看可不可以再扔他 去到十天線 暫時來看看 他現在正在出反彈 你說做call行不行 不是不行 你貼緊一點 市場 62.7就是take profit 如果穿回到$59.26 你必須要斬頭 甚至基本上 穿回到$60 你就要撤退了 那個day load 撤退了 因為做反彈 就不要坐得太多 因為他一按下去 我們會落到$58.3 才會出現一個比較強大的支持 那麼我們就寧願在下面 再低一點的水平去賣 現在搏反彈的 用短一點 低一點 窄一點 小一點 這樣做 60.58 一穿下去我們就放棄了 不搏反彈 看看其他 看看美匯 美匯指數當然衝了頂 一衝衝穿 你那個96.98 包都上去97.41號 短暫的時間 下週衝上來的這一棍 剛才看著它慢慢上升 到2點 3點 4點 一直衝上來 衝到上去上面 那麼美金那麼強 當然是對其他非美貨幣都是弱的 那麼首當其衝 你想也不用想 第一隻一定是EUR EUR EUR跌穿113之後 到哪裏呢 讓大家看看EUR 我們先去看看EUR EUR EUR跌穿113之後 它再進一步向下跌 壓著一個低位 1.1241 最低做 那麼剛才下週 我的學生都問我 老師你做美金 叫美金 叫美金 放止蝕在哪裏 我就說 如果我叫美金 不如沽EUR EUR就整個乘勢向下 你就很難扭轉 EUR去11330樓上 做一個day high 很難扭轉 現在的勢 現在的勢跌下來 連續三天 跌下來 那就由它繼續跌 你問在哪裏底 沒有底 沒有底 不知道去到哪裏 它可以跌好深 甚至乎1.11都可以 可以再繼續跌下去 你就只有尋找一個高位 繼續沽下去 那麼 美金強 Dollar Yen 看看其他貨幣 我們看看Dollar Yen 上去114 最高做到114的20 又不破早前10月初的114 156 正是站在那裏 整體上都算是強的 對於美金來說 說美金強 對很多東西都有影響 英鎊是怎樣的 英鎊 今天其實一開開低了 周線叫做裂口低開 問題就是跌到多深 現在1.252 早前見過1.2663 1.2696 看看是否再試這些低位 然後又反彈 不過樣子很弱 反而我覺得要留意的 反而是澳洲 現在就不要買它 它有機會給我們買 現在既然走下去 我們就想它跌深一點 這個是我們上星期的部署 希望它可以再跌深一點 如果最理想買入價 大概是7150左右 去到7150這個水平去買入 你下回線 7120以下 你做止蝕 輸又不多 我反而還要等 不如你跌多一點 我直接在你線的地方買 大概7120 7130那個買 我就輸得很少了 去到這個位 碰完再反彈 是理想的 也是一個叫做正常合理的走勢 讓它走下去 碰線 碰回去 然後再扭上去 澳洲是這樣 紐西蘭當然也是偏遠的 我們看到紐西蘭 也是輕微地壓下去 暫時來說 下面條10天線 667800 再壓低一點 665800 會有機會做支持 這些位置 我覺得應該 跌不會很多 看看 下到665800 看看去到這些位置 做不做到support 或者逆轉 至於最強的那隻 好像是Dollar Cam 但這次美金 抽上去又不夠力 那是否因為油價問題 上個星期抽到上去1.3233 現在站在1.3202 就沒有跟隨這一轉的美金上去 現在反覆靠穩了 看看下一步會是怎樣 暫時算是OK的 站在這個位置算是OK的 再看看 美股 和大家看看美股 納指縮了下來 上星期最帥仔 碰到day load 250天線 跟大家說過 碰到250天線 你是利用250天線 不穿的情況之下 你繼續叫它上來 上星期讓你買到低位 去到7000元 不是7000元 7000點 買到低位 今天最高都做過708幾 我見過最高7103 這一8點你代到落袋 暫時現在 都是這樣的 你跌穿這條250天 跌不穿250天 我仍然都相信 在250天這個位置不穿的情況之下 仍然有機會出現反彈 這就是美股現在 納斯達克指數的看法 接著我們看看 Dow Jones Future 我們做的YM 暫時來說 上星期也有跟大家說過 會有機會做一個recover 回到25880 那天最低做到25874 做了然後做反彈 今天彈到26096都彈得多 彈了差不多兩塊 現在叫偏遠的 縮下來 似乎美元強勁 對股市有些壓力 我們是看到的 現在是看到它是有些壓力的 看看S&P Future S&P Future 也是上星期四 星期五 不足夠力 墜下來 今天開了2778 我們都是要看250天線 亦都是50V 上星期我也跟大家說過 守住50V就OK的 今個星期看看守不守得住 50V就是250天線 大概在27500 去到這個位置 看看能不能頂到 頂到它仍然會有高位還行的機會 頂不到 對不起 這兩個星期反彈 完成 就有機會向下墜 重要的 250天線 重要的 一直以來都是說這件事 你看到 一直都是阻力 一直都是支持 支持之後變阻力 但回到上來的 理論上 無論如何都要守住它 守不住就會向下 守不住 這個反彈完成就會向下 好嗎 外圍和大家看了 大家關注一下 諮商所微信公眾號 跟著我們回到亞洲市場 看看阿爺是怎樣的表現 今天阿爺都不錯的 好 回來了 我們看看阿爺 今天阿爺的勁叫 什麼 可以在2593抽到2630收市 你問他勁不勁 當然勁 星期五都是做26 2598至2621 包住他 今天再包住一棍 再包住一棍 你問他勁不勁 當然勁 現在的勁 阿爺都算是OK的 當然 你說可不可以再上一點 再上一點 我就會覺得比較好的 再上一點 我會覺得 可以有機會再衝破上面的阻力位 現在上面的阻力位 是在50天 moving average 或者你要用到那個 那個26 這個是最頂 2676 或者用10個week 你看到 10個week 上面的阻力位 卡住了過去三個星期 卡住了兩個星期 上面10個week 看看能不能再爆得上一點 但是今天一回來 我們看到的上證 都叫做帥仔 開低了 開低了 沒有跌下去 然後反彈上來 甚至乎在高位 唯獨是港股 就不太跟 那我們回去看看 看看港股的形勢 今天 其實成交不太多 似乎在等 7.00 你今天開在 在期貨開254.50 現貨開256.70 多 站在這個位 上過去 257.50 上了百多點 又下了百多點 站在中間 你看到 在足心上面 是沒有什麼的 沒有足心的 有頭有尾 沒有足心 即是靠繩收得低 收在256.33 叫做可以 我們叫做可以 都是要看 暫時來說 策略上面 我就會這樣建議 在不穿上星期 五個低位的情況之下 看看它會不會再進一步 向上 上回上面 你看這個gap位 如果它跌穿了 補回 這個gap其實勉強叫補回 如果你落到254.16 再穿下去 那就有權回到 今個月初 一號開的價 252.28 下回252.28 我們就要看 究竟這個月 是否真的上不到 還是連續 8個月 1 2 3 4 5 6 6 6個月跌 今個月是否會 乘勢再跌呢 假如乘勢再跌 跌穿了 補回這個gap 跌穿了 200 re moving average 你怎麼看相片 都看不到 整個勢都跌下來 但是在現在這一刻 還沒穿 你始終都是還沒穿 穿了是沒得看相片的 整個勢是墜了下來的 整個月跌 周線跌回200周 明明彈了上去 跌回200周 完全叫做 承接上星期的跌勢 而繼續向下 這個勢就沒得看的 沒得上去的 那你現在是怎樣呢 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就等開邊了 等開邊了 究竟可不可以 彈上去 承接早前的星勢 回來補 gap 再彈上去 還是禮手跌下去 去到這一刻 我都跟學生說 這一刻不要超過拉 不是很搏的 現在不是很搏的 因為他穿了我們 吃下面的邊都可以 穿上我們做上面 我都講過 車不是我們開的 他開車 我上車 暫時來說 站在那兒等車 看下車會開在那兒 暫時來說 位置又不穿 站在那兒沒有足心 經常都說 猜猜來做什麼 沒得猜的 就是 喜歡就猜 我就不猜 去看看角子 角子也是 其實叫一般 今天的足心不夠 它不夠過恆子 恆子勉強都叫補 gap 你看到角子 還未補 你說會不會回到20天線 大概10320 下去就叫補 下回10320才反彈 有這樣的可能性 它叫偏遠 這隻角子叫偏遠 不夠恆子硬 角子更加弱 其就其在這件事 你見到爺爺走得好 港股恆子都叫站住了 是個角子不夠力 是個角子不夠力 我們要給市場溫暖 今天始終都是星期一 它會不會有機會回到 補回來才彈 還是根本上 不是補的 它是直落的 它根本上上不了 直落的 那沒問題 直落你走給我看 走給我看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去看看其他股票 有很多大隻的 不用想 700 你們都說了 700是不是博業的候升 我就沒有任何BIAS 我也都不建議大家有任何BIAS 尤其是做trade 只有一些經常都說 要看升要看跌 就要去決定 那些找水晶球的就找他們去找 我就看不到 自問看不到 知道的話我就猜六合彩 我不猜猜升跌 現在跌下去了 暫時來說 它這裏也會跳下跌 去到267元 從267到275元 開波 落到271.4元 都有些裂口 暫時來說 它是墜的 700的走勢是墜的 會有機會再墜低一點 那現在就要看了 700業績14號 會不會在14號之前跌很多 大家要知道 一直以來 甚至乎在現在市場上 去解讀700業績 都是差的 差不緊要 差不緊要 市場是不是反映了給你 什麼為之合理水平去反映 那如果明天 禮手落到256元 我們都要等 沒有辦法 業績就是大了 尤其是700業績 我們猜來做什麼 看看它會不會落到一些 低一點的水平 最好跟我落到240多元 我在低位上買它 看看夠不夠位 我覺得去到業績 你可以避一避它的 避到它 即是讓它出業績 確定了 駕車確定方向給你 你就上車 好嗎 看看27會是怎樣 27會是怎樣 27銀河娛樂 42.75元 都是一般的 勢都是弱了 上次做了一個40元03號 都是你現在的指示 你買任何27 你都是要看40元0指示 你說做put行不行呢 暫時來說 我們看到做put 我又不可以說不行 我不可以說你不行 但是你站在45元上面 你就一定要走 Carrie 你好 然後再問什麼 1918 我們看看1918 融創中國21.9 今天叫企穩 這支棍做到止跌 過去這麼多天 跌下來 今天終於做到止跌 在20天平均線 21.4毫半 這個水平做到止跌 看看可不可以止跌之後 出現反彈回升 接著我們看看1114 1114 華晨中國6.51 這個樣子一般 這幅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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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幅圖不算漂亮 不漂亮 繼續墜下去 我們看看3968 今天的內銀股 全部都是不太漂亮 他呢 不是 他最後收回這麼好的 其實他收回漂亮 32元 始終都是他做到止跌 又不像跌得太多 上個星期五 一棍壓下來了 因為郭樹青說過那番言論 內銀要照顧民企的話 令內銀下跌下來 但是今天要站好 看看可不可以明天再承接再向上 345維他奶是怎樣 我們先看看維他奶 好了 維他奶是怎樣 輕微壓下來了 看看如果要買的都要買低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回到10天線 10天線正在做26.6 暫時來說有些下跌的壓力 去到10天線做到支持會比較好些 接著我們去看看3147 南方中創業板 我不太懂這些東西 但是在圖表上 你今天都叫做在低位還行 你不可以說升 今天是跌了一棍上去 但是他還未突破 上面的阻力位是5.82 反覆上落 看看周線會怎樣 前個星期彈了 你說現在可不可以再繼續 給多一點時間 他可能有得上 可能有得上 但是我們需要看 要多走一棍出來會比較好些 走多一棍我們可以繼續追蹤 可以繼續上去 342會是怎樣 新海能源 其實這個東西我又不太懂得回答 你看到這樣做的 這個小也OK的 你就拿著它 有的繼續拿著它 我建議你用20天平均線 用來做Stop Loss 兩個7.9 兩個7.9 用兩個7.9做Stop 一走要走 你看到 早前一塌 人踩人馬上跌下去 現在慢近一點 就是20天 20天用兩個7.9就算了 OK 1299這個位可不可以Bear 我就覺得1299就不可以Bear 今天做得很漂亮 其實今天 700這樣壓下去 就是1299幫手你托住 不沽啊我不要贊成沽啊 這個東西不是太差的 今天走得不錯 接著我們再看看268 金碟國際 叫站穩 走勢上面都叫站好的 似乎是反覆上落的 你說大升又做不到 大跌我們又見不到 接著去看看823 領展 領展是怎樣 似乎都會大機會繼續 跌不穿這個69.5 上不穿74.2 上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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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穿 其實它自從10月初開始做完之後 它一直都是這樣的 你見到都是這樣 跌了兩棍之後又爬上去 會不會又去到 頂又跌了兩棍後又爬上去 似乎是橫行的 似乎是橫行的 整個勢頭是橫行的 719 新東新華 你看到了 慢慢做上去 OK的 托住了在這裡 不錯 讓你發掘到 站在這個位置 看看明天可不可以再進一步向上 看看這一棍 11月6日 可不可以再承接這一棍 再繼續給力量上去 所以現在算是OK的 836 懷孕電力 今天很厲害 拿著它 拿著它 很帥的 不趕你走 不要走 十天線頂住了 繼續保持向上 接著看看2318 2318又是 卡住了在這裡 日線很難看 用周線給大家看 你看到的兜線 基本上 仍然是維持著 在73.9 至到在78元上落 上面77.5 上又上不了 下又下不了 下面又會頂住 當Wing主炒 你見到 其實在10月開始 上到上面接近80元 又跌下來 跌到下面又上回去 現在又跌下來 看看下面74.5 可不可以頂住 1475 我們繼續去看 1475 看看怎樣 日清食品3.62 慢慢墜下去 十天線 有機會頂住 它又是收窄 又是收窄還行 接下來兩天 是不是A股多厲害 都沒用 當然啦 兩邊拉 我們會見到 A股是正在上去的 都是好的 對我們有幫助 對於恆生指數有幫助 但是我們都要等14 不是等14 我們都要等14號700 沒有辦法 你怎樣都要等 因為有影響 始終都是有影響 268金碟說了 它都是叫反覆企韻 阿爺破腳穿頭 是沒錯 破腳穿頭 不過阿爺的圖是一般的 不要亂信 這個破腳穿頭 在這個位置不可以亂信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它 它算是有力量的 175是弱的 175真的是弱的 我們看到它慢慢墜落 整個勢還未扭轉到 很難去叫它 但是如果你說繼續 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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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最簡單 你用回15元 或者15元01毫子 用來做Stop 10天蝕 上不到就上不到 上到的話 就應該橫行 變成一個橫行 其實很弱 175 今早見到已經很弱 為何這麼弱 兩輛車不同走勢 跟上個星期分析一樣 1211向上 這隻向下 1083 港華燃氣 你見到叫橫行 沒有特別的 這隻看不到 沒有特別 接著我們再去看看914 會是怎樣 海螺水泥 其實今天算是OK的 今天算是OK的 明天最好走多一支棍 想穿42.6 再繼續上去會比較理想 上多棍會比較理想 上到43.8 更加好 穿頭阿爺破腳 穿頭明天有機會升 阿爺有機會升 阿爺有機會挑戰 75元 2675 有機會 但不是各紙 你說各紙已到10320 各紙已到10320 各紙已到夜期還是甚麼 各紙 各紙未感覺到10320 今天未到 那天都是 你說期貨嗎 今天未到 淘汰10370 最低 到10320 到下面 碰一下下面會好些 碰一下下面會好些 夜期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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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算夜期 夜期你喜歡打到去哪裡都可以 你打到去哪裡都可以 很多人都可以 power trade 大家要知道 夜期就是power trade 有power的人去 trade 三四二 新海能源 剛才回答了 見到它反覆 為何你們問一件事 內銀出明天大 最好內銀出明天 寫甚麼 最好內銀出明天出大洋桌 多了個出字 多了個出字 好 看看阿美問甚麼 先回答178 然後去Facebook的問題 阿美問沙沙 沙沙都不錯 慢慢往上去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上高一點 去到3.6 這些位置 A股升 但A50不升 222 沒眼看 對了 A股升 但222 給他時間 其實他叫好好的 他不跟電 12.3 錄開 12.4 他不跟你回去 12.2 這隻要坐的 要放12元指洩 要坐的 沒辦法 5.7.6 會怎樣呢 其實今天有些走得很厲害 這隻 Betty 收息的 你有沒有看到他 其實他跌又跌不多 還行 不斷在那裡還行 他似乎 接下來都會繼續在那裡 大市不動 他又更加還行 大市動 他又還行 沒有 這隻東西沒得炒 以前有看過 如果有人收息 這隻東西 以前有說過 收息是很棒的 美匯 97.47 美匯 跟你們說了 他一破 沒有回頭 繼續向上 我很擔心 Ulo會不會再進一步 爆上去 2318 跟你說了 有沒有運行 正在走 現在 Betty 1083 我們去看看 1083 港華燕氣 剛才回答了 都沒有什麼心跳 沒有什麼好看 完全沒有心跳 你們又收到封 不是 1212 先看看1212 利福國際 暫時說 反覆偏遠 我們看得到 一般的 不算漂亮 然後看看405 還是1571 先看看1571 1571 還有時間 但信邦控股 這棍子 有些少少跌了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再跌高一點 阻力位 應該要用早前的 2.84 2.81 爆到的話 我們再看高一點 2.95 然後 Simon問我 405 會是怎樣 月秀放拖 站了 沒有特別 完全沒有特別 現在 暫時都應該 在這些水平 橫行 明天都應該是橫行 看看 1186 這輛車 是怎樣 這輛鐵路 走得不錯 這一棍做得不錯 最理想 明天走多一棍出來 走多一棍出來 明天還要爆它 就漂亮了 明天出一棍羊竹 再繼續穿 穿上一次 頂 10.76 這樣就繼續 你說拿著的 走不走 不走 看有沒有機會 再衝上去 6.8.3.7 Mandy說什麼 明天是歐盟 明天是歐盟 意大利 那件事 不過 你放心 意大利跟我一樣 就是軟皮蛇一條 你叫我減什麼 我不減 你叫我做什麼 我不做 我就是軟皮蛇 歐盟就是這樣 你看到 6.8.3.7 海通證券 做得不錯 其實這棍不錯 今天我們看到一隻股票 都做得不錯 6.8.8.1 你看到他跌了上去 是只差一步 爬上去 十天線上 十天線上 就會更加帥 他站穩 做到3.96 在吳川 3.8 這些水平 看看可不可以再爆一下 我們看到不是很差的 跟著10.38 看看10.38 長江基建 一般的 見高就被人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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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都是這樣 上不了 intro day上面是上不了 但是你計算數據 都是橫行 3.8 3.8今天都是反覆 沒有什麼心跳 那他是不是在等700 還是在等整個市場呢 沒有 沒有心跳 你看不到他有心跳 9.6.8 這隻就厲害 這隻正如飛天 最高做到3.25 早前你看到 在這裡跳了一個裂口 大概是在3.4 看看可不可以不是3.4 低位是3.4 裂口 全補了 看看可不可以再進一步 不錯的 但是我又會覺得 策略上 你說收水吃一半 回到3元 走過去都可以 因為早前 衝擊都衝不穿3元 3元 現在理論上 你不應該走下去了 走下去 他會回到10天線 10天線要廣到2.77 變成你去3元 profit loss 這是合理的 這是合理的做法 為何恆生指數 預托證券信跌幾百點 為何今天恆子這麼硬不跌 其實我覺得今天恆子已經不夠硬了 你看看阿爺 阿爺還硬 我們不夠硬 那麼預托證券 你就不太相信了 說真的 我就不太相信了 早上比較 其實自從有了夜期的時候 你看夜期的價錢更好 不要看預托證券 好了 過了鐘了 跟大家講完 都要看的 14號 14號 騰訊出業職 看看他在現在這段時間 都是被他拖的 阿爺抽銀相 我們被騰訊拖下來的 問題就是拖得有幾低 你看到有些拉住了 5毛仔拉住他 1299拉住他 一左一右拉住他 令到我們停了 沒有辦法 大家忍耐一下 看看出騰訊 會不會開到條邊 你說會不會有波幅 11月 都會的 暫時只不過停著 在你望來望去 都是這些價錢的 看看下一步怎麼做 好嗎 以上股票 我沒有持有的 多謝大家 拜拜